这两个男生因为木讷老实 被校伴们扔指团欺负 惹同学们嘲笑和孤立 他们决定不再忍受歧视和冷漠 全副武装准备大开杀戒 好好出一回风头 两个男生来到了校门口 同学还以为他们在玩角色扮演 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 直到爱逃课的金毛看到他们 叫住了受气包 金毛平时也算他们的好友 所以两个男生放了他一马 金毛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转身就逃跑了 虽然金毛奔走相告 好心提醒同学不要进学校 但不少同学以为他在玩恶作剧 没有人知道一场杀戮即将爆发 两个男生率先来到了图书馆 这里的同学都在安静地学习 但两个男生子弹上堂的声音 打破了图书馆的宁静 他们锁定了一位女学霸 女学霸平时和他们一样 都是被同学排挤的弱势群体 唯唯诺诺却心地善良 但就是这样一个无辜的人 却被第一个杀死 他的鲜血溅到了书架上 弱者会欺负更弱的人 这句话在兽气包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着 兽气包面无表情地射杀了第二个人 站在旁边摄影的同学一命误补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 一场无差别的校园杀戮拉开了帷幕 大多数时候 两个男生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沉着且冷静了他们 如同射击游戏中被人工智能控制的角色 和今生尖叫四处逃窜的同学们相比 更加突出了随机死亡的残酷与激烈 经常躲在洗手间嚼人舌根 这回他们是一起在洗手间里催吐 在目睹了一个同学慌忙跑入洗手间后 他们还不忘嘴见几句 但话音刚落 兽气包就举着枪 把尖叫的他们统统给解决了 这场混乱很快蔓延了全校 警报铃声响起 师生们都纷纷逃窜 但有个黑人小哥神情淡定 他把同学护送出去后 却又返回了学校 黑人小哥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 身材健硕且享受被人追捧 同时富有正义感 只见他无所畏惧地来到走廊 想要一探究竟 看上去像个身怀绝技的高手 准备拯救这场惨无人道的灾难 他看到兽子正在玩弄校长 像猫抓耗子那样调戏 平时威严的校长在学生面前 却蜷缩地像个无助的小孩 就在黑人小哥来到兽子身后时 兽子转身就把他一枪毙命了 原来这场屠杀并不需要救世主的存在 校长吓得哆嗦起来 兽子平时受够了校长的批评 警告校长不能再对学生那么差劲 随后假装要放他走 校长忙不迭地跑走 但兽子却在他身后端起了枪 给了校长两枪 随后 兽子在图书馆中找到了兽气包 见到了同伙的兽子 显然有些兴奋 开始向兽气包汇报自己的战绩 兽子竟然也被毫不留情地解决掉 连同伙都杀 兽气包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 平常看起来很懦弱 一直被校草霸凌的他 如今更是要找到校草 报仇血恨 他发现了躲在冷库中的校草 他和校花在一起瑟瑟发抖 兽气包见状很是兴奋 不慌不忙地念起了歌谣 准备在他们死前来的下马威 这个歌谣是电影天生杀人狂中 主角所念的可以点兵点将的台词 有种随意的游戏态度 显得对生命那么的不敬畏 兽气包正是想点兵点将 随机选择一个人先杀 并用话语羞辱他们 平日里盛气凌人的校草 如今也对他低声下气的 恳求兽气包不要杀他 谁也不知道他先杀死了谁 就像在这场屠杀前 没有人知道兽气包在想什么 他只是在校园中忍辱负重 默默在纸上记录下行径路线 向地理人员勘察地形一般仔细 当他终于拿出那张地图纸给兽子时 他们准备枪击的念头已经成型了 兽气包眉飞色舞地谈论起自己的计划 那样的神采飞扬与滔滔不绝 和平时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出来的他 判若两人 他甚至准备了不止一个方案 在力所能及的地方都准备炸弹 举着枪支将同学和老师逼到角落 在享受碾压后摧残他们的快感 这样的画面和感受 想必他们已经设想过很多次 这天是属于他们的比赛日 但对其他无辜的同学而言 这天将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更早些时候 兽气包还在家重担着钢琴 他总喜欢弹着爱丽丝这首曲子 舒缓又带着忧伤的乐曲 在他的指尖匆流出 慢慢流淌进他孤单的心里 这个心灵暗黑又变态的男孩 根本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内敛目呢 随即他弹奏得越来越快 仿佛在发泄什么 直到琴剑快擦出火花时 他才在暴躁地敲击哄 弹奏完毕 兽气包对着乐谱比了个粗鲁的手势 这似乎才是他本真的自我 他来到了兽子身边坐着 兽子是个沉迷于枪支游戏的男生 他的身形兽穴 但就只是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人 却在游戏中浴血杀敌 俨然是个杀人无数的老手 他所热衷的枪支游戏 也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暴力倾向与癖好 接着兽气包打开了购买枪支的网站 不得不说 禁枪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保卫了很多无辜生命的安全 但在美国 哪怕是像兽气包这样的中学生 也能够做些小手脚 就轻易能够买到枪支弹药 当乌黑赠量的帅气枪支端到手上 想必是个男生 心中都会激动不已 兽气包和兽子来到了杂物间中 兽气包就像枪支游戏中那样 熟练地装上子弹 上膛后开枪 仿佛是拿枪多年的老手 他转身递给兽子枪支 兽子也二话不说就拿起来演戏 将杂物间中的木头打入那些刺激 在出发去学校之前 兽气包正在浴室中洗澡 有种肃然的仪式感 随后兽子也来到了浴室中 也许他们也知道 这次出门做大事后 恐怕一切都会改变 所以难免有了惺惺相惜的心理 再加上平日里受够欺负的他们 根本连恋爱也没有谈过一次 还不知道亲吻的滋味 于是兽气包和兽子在浴室中 慢慢贴近了对方 寻求一时的亲密与温暖 在花花的水深和弥漫的水气中 两个男生有了不同寻常的体验 接着他们全副武装 带好了所有的东西 就开着车上路了 这天阳光明媚 一路上洒下的暖黄光线 让一切都变得温暖明亮 这与车内沉默且阴暗的两个男生对比 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们还是做了他们想做的事 造成不可挽回的惨案 这件惨案也并非危言耸听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在99年的美国科罗拉多州 两名中学男生酿造了校园枪击案 造成数十人伤亡 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枪击案之一 在此之前 这两名男生就因为涉嫌偷窃被逮捕 但由于他们长期经受欺凌造成的心理疾病 在接受了医院的心理治疗后 他们在被释放之后就开始筹备这场屠杀 在长达将近一个小时的枪声里 致富人员甚至没有对他们造成有利的反击 最后两名男生引淡自尽 才结束了这场惨案 这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阴影 适者已适 哪怕人们谈论该如何改善校园环境 让受到忽视与霸凌的孩子不走极端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但校园枪击案仍然在接下来几十年中 在美国屡见不鲜 也许每个学生在校园里 都有不快活的时候 但那样的压抑远远达不到要屠杀的程度 以至于在屠杀来临前 校园中的同学们依旧做着平凡的事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才显得枪声那么的突兀已足了 本片的片名大象 也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动物 而是借用了中国古话中的盲人摸想 大多数人都只活在自己的事业里 没有办法看清事件的全貌 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 凭着自己有限的认知做出判断 甚至固执一词乱家揣测 但没有人能猜透他人内心的阴暗 所以更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 善待他人 这也是为何整个电影 都是参与到这场案件中的同学们 由各自的视角拼接而成的 大多数人只是过着稀疏平常的生活 就要遭受非来横祸 在整场案件中 只有那个醉皮的金毛幸存了下来 他最先意识到了不对劲并奔走相告 他看上去才是最会捣乱的破坏分子 但本质上心眼却不坏 他的幸存是偶然的 但也是因为平日里 他没有欺负过两个男生 才没有第一个就被结束生命